这些最可怕的事情 就发生在最神圣的宗教界里面 所以耶稣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 那些法里塞的没有办法接受 对他们历史传统几百年 千多年 对摩西的修书研究 甚至假设自己是绝对不可能有所认后错误的解释 在耶稣X光照耀之下 原来是个假冒伪善的 原来是一个宗教的外壳 涂得很美好的装饰 里面是死人的骨头 所以他们的回应就是 遗弃我们被你消灭 不如先消灭你 这也就是Richard Niebu 在他的基督语文化的序言中间所讲的 犹太人已经到了人物可人的地步 一起让基督垂产他们的文化 他们宁可先垂产基督